市售的红麴口味的面包 饼干是摄取红麴营养的方便管道 你想要吃到饼干里面的红麴菌素呢 是原木求鱼 因为里面量低到不行 要不然你就吃那边一丁点的红麴菌素 但是你吃了一堆看起来 我就吃一堆 今天下午六点晚上十点 超市实在有健康 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 那他们比方说便利商店 这种商店他们很流行吗 就是便利商店没有 但是有一些早货店 就是在那边可以买 但是也不是像台湾怎么方便 不是24个小时 大概是到晚上可能12点 还是凌晨1点 就是才可以买酒 所以有趣是 其实在公务员喝酒是非法的 对是非法 但是已经是一个 就是大家有一只眼 所以很难改 我有问题 那比方说如果我们是游客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公务员这样吃吃喝喝 是OK的吗 没有 其实是 到处都是不行的 但如果有西班牙本地人在 我们就可以加入吧 对 当然 所以非常欢迎我们 就等于是说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用法律来 规范他们 对 但是你刚刚讲说便利店 我去了一个中美洲的国家 多米尼加 它就是它的杂货店叫干嘛点 我们的干嘛点 然后里面也有卖什么卫生纸 然后罐头 泡面什么都有卖 柴米园酱素茶都买得到 里面有卖酒 但它每一间都有放一台机器 就是我们点歌的机器 就是你投币下去 唱片就过来 然后就点歌 然后一点歌的时候 那边就是他们的pop 他们没有所谓的真正的pop 那个就是社区型的pop 街角那边还披喇叭看谁大声 也不会 然后也是那个年轻人或是什么 从下午开始他们没有事 的话就去那边喝酒 然后点歌 自己投币点歌 很特别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你只是想要 进去买个东西 但是听到音乐就开始 跟着动起来 对 而且还有一些人会跟着唱 他们还很爱唱歌 对 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 那芝贝可以我们介绍一下巴塞隆纳 对 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巴塞隆纳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有一条大道 这兰布拉斯大道 其实还蛮好玩的 它白天 傍晚 晚上都有不一样的风情 那如果你白天到那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街头艺术表演者 他们是不动的 但是到傍晚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像是极限运动的 他们很厉害 所以晚上的时候是像这样子这么漂亮 然后刚才那些跑跳者 他们是很熟悉这边的环境 那这个蓝布拉斯大道 其实到晚上的时候霓虹灯就出来了 然后这些的街头艺术家也会开始变 那这两台两侧的话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餐厅 酒吧 然后跟刚才小玉有提到 那种Tapas的店 所以其实你差不多四五点的时候 你到这边它有黄昏市场 你就可以开始在这边玩了 就你就吃一些小点 然后晚餐 就像刚才讲的 可以更动很多家店 然后慢慢的街头艺人出来表演的时候 从不动的 然后到有演奏的 那其实这边有很多很知名的 就有一些是欧洲的旅者 他们可能也是一些演奏家 他们都曾经在这边出现过 然后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那些街头艺术家 他们有一些是比较拉丁奇想的 他们会有一些是 感觉好像是主题性的表演 就我们六七个人 其实不是一个group 但是会讲好说 那这个周末 我们要星际大战的组合 所以就大家都穿那样 然后那时候再过来这边集合 而且他们的表演是移动式的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概是九点多 吃完的时候出来已经十一点 我们就在担心说 会不会他们这出来表演就不见了 如果他们在的话 我们再去看 那我们记得 我们是在喷水池的附近 然后要走到这边来 其实差不多也要十来分钟 那我们吃完饭的时候 走出来的时候 等一下往右边走 一走出来就 Dancer怎么跳到这边来了 因为他们是移动式的 他们是边走边跳 然后像刚才我看到 那个跑酷的极限运动式 他们走两步 然后翻个两圈 又爬到墙壁上去 对 然后再跳下来 然后沿途我们还有看到 比较可爱的是 其中有一个小女生 她是跳了 算是有点像是 还蛮有灵性的 她是自己的舞蹈 然后也是很特别 因为很难想象 她可以手弯到后面去 然后脚可以抬上来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 她整个表演是他们的 就是人家投钱给他们 所以她有很多忠实的粉丝 是从傍晚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她到晚上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她跳 其实包含是有舞者 然后表演者 也有跳踢踏舞的 也有刚才踢到像佛朗明哥的 其实非常多种 还有那种两人团体的 是那种情侣的 那跳起来的舞 就是非常的煽情 所以这些都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觉得 跳得不错 你可以打赏她 所以其实12点过后 你来这条街道的话 其实是 有时候你可以花很少的钱 然后可以享受到 很棒的一国风景 那像跑酷 我们要怎么打赏她们 她们都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把钱放手上 她们就过来把钱叼走 你以为是脑衣吗 那是抢劫吧 她们通常出现两次 就是第一 她们是差不多六七个人 一个团体 然后一个人solo完以后 会有另外一个人 然后前一个人 就会很自动的拿那个彤彤 前面去绕一圈 然后她只要看到 比如说男生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她会一直故意 把那个童子在你面前不走 然后如果你不投钱给她 她说那你亲一下 那你不亲 那我就再翻两圈 她就一直逃你欢心 这样 她是那变得 你看她都现在都还在笑 你知道你是这样的 你是打十了吗 她都比较欠了几下 你说 就是她会跟你互动 所以还蛮好的 有手牵手吗 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小玉岩也有去过 对不对 但是我的记忆里 是我在西班牙的时候 我觉得晚上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 没有去什么夜店 就是没有去嗨什么的 可是因为白天我们看过的 所有的那个建筑物到晚上看 真的是不同的风格 就晚上会有灯光 然后看夜景 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 明明就是真实的场景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走在 布景道具中的那种感觉 好漂亮 好美喔 就很漂亮 而且你有时候有去参加到 什么番茄节是不是 对我们那时候有去参加 对啊就是每年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天 会有个番茄节 第三个礼拜天会有个番茄节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是 他虽然是当天才是番茄节 可是其实前两天 他们就开始会有些 你已经有派对了 对然后都是喝到 就是通宵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我刚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已经非常多那种 喝到很疯狂的人 然后看到你就是 因为我们又是外国人 他们就非常的热情 然后就会开始说 来来来来 来我们家喝啊 什么的 然后就要硬把你拉走 对 那还蛮危险的耶 就有一点点危险 那还蛮危险的 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喝到 就太热情了 可是因为西班牙男生都很帅 所以你也就 你不要拉 你不要拉 我自己走 我自己跟你走 我打素质整个好高兴耶 其实 开心耶 所以就觉得说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艳遇 可以在那地方 OK啦 可是很安全吗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因为那么久失去理智了 这个要小心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说 夜生活很丰富的地方 Suppose应该是 比方说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玩 安心 对我们要安心嘛 那自己 是不是你觉得呢 如果我们去西班牙 要不要特别小心 可以 但是我觉得应该 西班牙还算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是最好是 就是因为当然如果你不知道那边的生活 就有一些事情可能不了解 所以最好还是去认识一些 就是西班牙人 然后就是 像你这样的人 但我们去玩 对 会不会更危险 对 请问一下在西班牙 因为我们比方说 我们在一般的国家 Happy Hour 大概就是五点到七点 就是吃晚饭之前 所以我们喝一小杯 所以Happy Hour会买一送一 在西班牙的Happy Hour 大概是几点到几点呢 应该如果是夜店里面 应该是 十一点到十二点 这正常 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 对半夜 有些Happy Hour它会分十段 它会一个晚上 可能有两段的Happy Hour 对 永远不一样 是 但是还素质 西班牙如果有些地方 是不是连海边也很好玩 我觉得海边也蛮好玩的 虽然我马德里人没有海边 但是巴斯洛拉海边 我觉得也还不错 巴斯洛拉海边还不错 其实也可以 就是像本来我说的公园 也可以去海边 就是谈其他 喝酒聊天 而且也可以就是游泳 类似这样 因为就是比较大的城市 然后如果是好吃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们台湾人 就是比较会重视 就是好吃的地方去吃 我觉得巴斯洛拉海 应该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那边有西班牙的海鲜饭 然后有一种 顿饭 对 然后有一种很像 就是台湾的豆浆 但是是比较甜的 对 叫欧加达 就是这个豆浆 这是你们的青州小菜吗 这是我的朋友 而且我们 外面那家店名字叫永和 永和 这个已经开到那边去 对 会有一些面包 然后配这种 就是很像豆 很像豆浆的 但是是不一样的 因为只有病的 而且就是味道比较甜的 每年都多 所以自卑特别推荐的是 黑水是这个网伦西 你是觉得巴塞隆大 巴塞隆大 巴塞隆大的海边 因为它其实很靠海边 这是巴塞隆大的一个 beach 然后其实这个白天跟晚上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你大概白天去的时候 你就是玩水上活动 你自己就在那边放松一下这样子 然后大概到下午的时候 它海滩两边那边 就已经有很多的餐厅 其实是海鲜餐厅 然后也有一些甜点的店 那很棒的事情是 它每一家店其实开的都很近 然后很特别可爱 不一样的风格 了解 对 然后都有人在那边唱歌 弹吉他唱歌也好 或者是乐队的 或者是乐团的 那你自己可以挑一家 你喜欢的 那我觉得最棒的是 女孩子去那边 应该会觉得 好像有备受呵护的感觉 男生会觉得像国王 女生会觉得像女王一样 因为他们的服务生态度非常的好 而且很体贴 他就是你一坐下来 他一定先问你要不要喝酒 其实下午不管是三点 两点四点 他就先帮你点一个 就是水果红酒 就是当地的一个餐前酒 然后帮你送面包橄榄 然后你途中其实有一点点 就是小面包靴掉了 或者是酒滴掉 然后就会有鸽子来吃 没有 服务生会立刻过来 然后帮你擦拭 对 然后很体贴的帮你 他会注意你的状况 如果你酒已经喝完了 他马上来帮你换酒 然后进行下一道菜这样子 对 那其实在那整个环境当中 你坐在那边 他是360度 你可以看到的是 他的海滩很特别 像他的沙滩特别的宽 然后沙滩的外面 还有一侧是 有点像水泥地那样的造景 然后会那种人力的计程车 都督车 他可以从这边 直接把你带到海滩的另外一端 所以你沿途都可以欣赏到夕阳 那大概到六七点的时候 渐暗的时候 那天空的颜色 一直变很漂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店的气氛也不一样 刚才那些看起来 好像很健康的店 然后开始有霓虹出来了 看起来不健康 看起来不健康了 因为白天看起来 是很正常的海鲜餐厅 现在又不正常了 做黑的了 那有一些七彩的霓虹会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说 可能有请一些 比较特别的表演者 然后你是一家店 一家店可以去 自己可以 就像刚才讲 她越美丽 那表演些什么呢 她的表演者 有活舞的也有 然后也有一些是 比较就是 man power 没有啦 就是比较性感的女孩子 性感的女生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支配常常来我们节目 讲国外旅游 今天这集你特别高兴 你讲到西班牙 他整个脸都开了 好像在那边认识了 八百的男朋友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 但是真的 真的你以东方女生到那边 然后你如果又是没有 不是说团体型的话 其实你真的会比较容易 受到当地人的照顾 因为你很多路 你讲英语他也不懂 那我觉得到西班牙还不错的话 是 你问他的时候他不懂 他直接用西班牙 我回你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所以常常遇到是 他会带你去 像我遇到一对是夫妻 然后我就看了半天 他说不知道怎么走 然后他太太就说 我们直接带他去好了 然后他带我去的就是一个 在海边的一个夜店 对 然后他外面就是海滩 然后他有露天区 然后里头的话 有分电音听啊 然后跟Hip Hop听 就还蛮多层次的 那或者是老板 不是 不是 没有 其实这种健康师 可以抽成那种 然后带就这么多抽成 对 但感觉到还蛮热情的 是 可是其实有一些 西班牙有一些电视 比方说 如果是游客去那边的话 是可以认识朋友 太阳不下山 让你越玩越晚 第一次 那边一个好处就是 下电的时候 就是晚上九点多才会 对 所以说 下班一点多 下班后 可以很多时间晚 这个是夕阳 但是这个时间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 对 好